迷出台湾新经济 我们希望铃铛的房页地带图屏 发光大的新铁铛的组织 建成织的组织的组织 让整个房项产业 迈向动化了一场杯 谢谢大家 我想之前有相关一些资料提到 结果大概未来这几年 赶上或者甚至能够 能够进入国际的市场 产业链里面 大家的上下有这样的产业 在这短短三个月 那就是我们要 其实这样的一个工作 其实不需要五个动作 只要三个动作就好 然后这个产业协作的部分 所以我们先知道这个科技的组织 那我们的房间已经 很厉害的 现在的市场或者是从 就其他很多 至于过一多月的时间 那它可以做的呢 其实从就是 manual的 三个动作 一直到后面的产业 要采购我们的那一个 每一家只要抵抗三天 你给我请多三个问题 所以我们不需要 好不好 用多为你们这样的 三个问题 就是 不同的问题 就需要不同的 聚焰 这样子 好 我们开始认识RBA 只给各位房半年 分析的时候 它的模型 其实只有143家 所以我们其实也开始 去做了一个导入的过程 可是 我们为什么会给同事 这样子的一个指令呢 就是 我一个就是 餐厅的一个 一个一个流程 然后 那我简单 像我刚才有 大家看到它的名字 可以有像这个 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是美洲 是200块上 直到各个国际品牌 各个秀场 各个不开的赛 现在对比试家 我是MDC 关键处位置 就是要 我们看到 指标现在是 真的很令人振奋 很多事情 我没有办法 叫做一个机器人 跑出去 因为只有RBA 带脑袋才可以去处理 我的意思是说 我只想做一件事情 去了解 处位转型 为什么 我不是很像有重点子 我家的练习 看到 我偶像在 我偶像在 他在2013年 做一个 从屋 看的 电视街下 有差 真的很 很反差喔 但是 你要这个 就是要很 喜欢 希望对公司 有什么贡献 那个整个的 工作的 情绪 就是 攻准 就很动 直行美感 可以做的面向 其实是这样光